中品发新的人 中品发新的呢 分三类 第一个更衣 行立读诵 不管是经形或作者 或是禅作呢 念妙法莲华经 注意读跟诵不太一样 读是看着经文读 诵的话是眼睛 经本合起来 用背才叫诵经 所以严格说诵是比较难的 你们现在做法会 大家叫读经 诵的话呢 是经本不能看 要用背的 这是读跟诵 它两个有意思不同 那但是现在我们都习惯了 就是读诵诵经诵经 请看 若人若行若立 读诵此妙法莲华经 我耳时普贤王菩萨 成六牙白相 与大菩萨众共同呢 走一起所 具意其所 亦是走到你的面前 而且普贤菩萨会现身 现在你的面前 那你看得到 看不到 要看你的功德力 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供养守护 它有两个供养 第一个 供养守护这个修行人 所以叫供养守护 安慰其心 第二个 普贤菩萨在 释迦牟尼佛跟 多宝佛现前面呢 也发愿过 所以他知道 后世的弟子 在送法华经 所以他也供养 法华经雇 所以他这里供养 有两个意思 看幻灯片 一 供养修行的人 安慰其心 守护跟安慰其心 第二个 供养 法华经雇 请看幻灯片 这是中国大陆 重庆大竹石窟 北山136号的 普贤王菩萨 非常庄严 全部呢 是用汉白的石头 也可以叫汉白玉 而雕的 普贤菩萨 那你怎么知道 普贤菩萨 因为他起白象 他头上戴着宝冠 那前面白象呢 他旁边还有一个 他的弟子 帮他牵这个座旗 好 我讲一个故事 是真实的 在南宋 南朝留宋期间 公元4200年 对不起 讲错 420年 到479年 中国大陆 有一个出家人 叫普明 普贤的普 明是明白的明 他一生 非常的精进 出了家 他每天的定课 念两部经 一 法华经 二 唯摩洁经 他每天就是念这两部经 除了家呢 他很精进 除了早晚上店做功课 一有空 他就念法华经 跟唯摩洁经 那他住的地方呢 供了一尊普贤菩萨 因为他非常喜欢普贤菩萨 所以 那他每一次诵经的时候 都会栽戒沐浴 穿干净的衣服 他每一次呢 念法华经呢 是从第一品开始念 第一品一直念念念念念到 最后一品 二十八品呢 我也念过 大概要七八个小时 他每念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 就起来精醒 就继续念 每一次念念念念到 第二十八品 就是我们这里 普贤菩萨劝发品的时候 他就看着普贤菩萨 睁着其的六牙白相 就在虚空当中 帮他放光 每一次 他从头念到尾的时候 快要结束的时候 普贤菩萨就来看他 他非常的欢喜 然后他念完以后呢 就静坐一下 然后继续念唯摩洁经 唯摩洁经的时候 他每一次念唯摩洁经的时候 他的房间呢 就可以听到天月明空的音乐 所以因为这个普明和尚啊 他非常的慈悲 那当地的人呢 常常流行一些奇怪的病 还有咒术 就是像刚才讲的降头 那每一次呢 就来求这个师父啊 师父啊 你可以慈悲吗 他就呢 帮他拿一个手 撒一撒 他就好了 然后人家就问他 师父你念什么呢 他说我念 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的 普贤王咒 普贤菩萨的咒语 也就是27页这一段 阿坦地 谈陀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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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陀佛舍利 待会我会讲 他就是念这一段咒 所以念这个传奏呢 所有他都惹求如愿的 生病的人呢 也病好了 魔也欺走了 遥魔也怪也走 甚至呢 当他出去的 因为他的寺庙旁边 还是有很多 一贯道啊 还有民间宗教 那些呢 就是一般道教的神灵 一看到他呢 就不见了 可见他修持的功力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刚好 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真正呢 一生昼夜修 法华经 从头念到尾 所以感得 普贤菩萨献全身 而且呢 他也用28品的 这个普贤菩萨的咒语 来为人家治病 另外一个故事 公元495到573年 在南朝梁代 有一个出家人 叫僧谦法师 僧就是出家人的僧 僭就是迁移的僭 他一生很有智慧 年轻啊 不到20岁啊 就做到国家里面 最高的僧官 以前的出家人 是有官位的 他从小呢 出下来 僧出来 他开始懂看字 开始懂看字的时候 他就念 大乘妙法莲华经 六岁就开始念法莲经 而且呢 他一直念念到 二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念到了 六千多遍的法莲经 当他到二十多岁 要升官的前一天呢 他就梦到 他在念法莲经的时候啊 普贤菩萨亲自献身 而为他加持的 所以 由此可知啊 真正呢 你好好修行啊 你虽然不一定 看得到佛菩萨 但是佛菩萨 祂的的确确 会在你的面前 来加持你 请看下面 第二十六页 刚才更一 是讲行力独授 请看二十六页 更二 若做思维 假如你 若做思维里面 又分两段 这是我写上的科判 心医 普贤教导通达 假如有一个人 他除了诵经 读经之外 坐下来 看法华经的注解 或思维 法华经的道理 这个时候 我普贤王菩萨 也会乘着六阳白相呢 到你的面前 现在人面前 假如有一个人 觉得他自己的业力很重 法华经 有六万多字 到七万字 有些人呢 是读前面 后面不知道 有些人是读后面 前面望光光 不要说读全部 我请各位 你读了普门品 你真的能够把普门品 全部都背起来吗 我问一下 普门品可以全部背的 请举手 很好 你用功 掌声鼓励一下 水洗一下功德 好 你每天念每天念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忙 或散乱心的时候 看经文 若有人对于法华经 有所忘失 一记一句 或是有一记经文 一个寄送 你看不懂 你可以拜普闲菩萨 普闲菩萨会现身 亲自教导你 而且让你 跟你一起读送 而且让你通力 就是通达一切的经论 尤其是当你看 普闲菩萨 加持弟子的时候 在这你会非常的感动 而且 当你看到古来祖师 从智者大师 到中国近代 有很多很多 历代法华经的注解 有些是注得很深的 因为佛法本来就是 博大经生的 当你看不懂的时候 我建议你 你可以拜普闲菩萨 这样子的话 您呢 智慧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 通达 在这里我再讲一个故事 在北齐之间 有一个 默默无名的出家人 在高僧传里面 并没有写他的名字 但是呢 他住在山东省 林延寺的东边 有一个东陵 他每天就是送 庙法莲华经 他是一个出家人 所以他很精进 从早一直送到晚 每一次呢 他念的时候都有感应 他刚开始念呢 这个法华经的时候 山上的蛇啊 跟鹿啊 就爬过来 就坐在他旁边 听他经 他念一个小时 他就坐在那里 等听完以后呢 他才离开 有一天呢 他中午啊 送一送之后 结果忘记要吃饭了 因为在寺庙里面 是要过堂的 结果他想 哇糟糕了 已经下午啊 坐过了一点了 我没有吃饭 结果他肚子正饿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 他想谁啊 他说师父 我送饭来的啊 他一打开来 原来是天神 来送饭来给他吃 他说 哇这么香的饭啊 很惭愧 你怎么会送饭给我呢 他说师父啊 其实我天天 就在你旁边啊 对不对 我知道你老人家 今天诵经 送太晚了 我是天上的护法神 对不对 因为你送法华经的功德 所以我今天送天上的食物 来供养你啊 他就非常的感恩 接下来呢 他呢又继续送 送了以后 有一天呢 在送到很晚的时候啊 看到东方有一个无量的光明 然后有一个人呢 骑着六牙白线到他面前 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抬头一看 原来是什么呢 普贤王菩萨 而且普贤菩萨开始放光 罩在他嘴巴上 罩在他身上 以前他读法华经 所有不懂的经文啊 一刹那之间 他通通都懂了 所以后来呢 他就呢 为人家身座讲法华经 当这个感应的时候 他非常欢喜 要顶礼普贤菩萨的时候 头一抬起来的时候呢 普贤菩萨已经不见了 但他整个房间呢 通通都是檀香味 所以大乘佛法从印度 传到中国 已经一两千年了 中国历代高僧里面呢 都有很多人是非常精进的 当然有兴趣 你可以看法华经的感应录里面 这里面呢 说明了一个是什么 佛法讲的是真实不虚的 第二个 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用功精进 诸佛菩萨护念你 他从来不离开你过 好 接下来再看 心二 二十六页第七行 假如你功德力更高一点的话 就会心二 会震到大称的法华三昧 得到种持陀罗尼 请看经文 二十 若是受持妙法莲华经者 昼夜经济 有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 就会亲自见到我这个身 请把剑化起来 剑是什么剑呢 就是用你这个肉眼 你不用天眼 你就是眼睛 好像看到佛像一样 佛菩萨就在你面前 但是别人不一定看得到 插播一下 比如说你有时候帮人家助念 助念有些人闻到香 有人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他了 可是有时候只有你自己看到 旁边不一定看得到 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去中国大陆 浙江省 普陀山 观音菩萨的道场 梵音洞 你拜观世音菩萨 每一个人所看到的观世音菩萨 形象也不一样 有人看到的是白衣大士 有人看到的是毗卢观音 有人看到观音菩萨 献比丘跟比丘尼身来度你 有人你会看到观世音菩萨 骑着龙 便骑龙观音 有些人会看到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同一个洞每个人看得不一样呢 答案有两个 第一 你的业力颤除多寡 颤除的越多 你看到的会越舒适 第二个 就是你的大悲怨心的多寡 所以心量要大一点点 心量不要太小 你要常常发大怨 你才可以跟诸佛菩萨的大悲相应 所以这经文讲说 请看 假如有人得见我 普贤菩萨现身 才会甚大欢喜 他会更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见到佛菩萨 亲自来现身加持你 而且从此以后 转负精进 你就不会懈怠 永远的昼夜精进 为什么呢 因为已见到我 普贤菩萨的缘故 你就得到了法华三昧 你可以写在旁边 这里的三昧是指法华三昧 因为你送法华经 所以是大称的法华三昧 以及陀罗尼 至于陀罗尼跟三昧有什么不同呢 我会在第28页的地方 再跟别人讲 再解释 我现在先解释经文 先让你知道经文原来的意思 甚至这个陀罗尼 陀罗尼 陀罗尼简单一讲 叫总实 总一切法 实一切意 比方说你念大悲咒 千手千眼无碍 大悲心陀罗尼 大悲咒就是陀罗尼 所以你见到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加持你 就会让你制造法华三昧 即陀罗尼 这个第一层叫做旋陀罗尼 旋是向右旋转的意思 第二层叫做百千万亿旋陀罗尼 第三层叫法因方便陀罗尼 这时候你不但得到陀罗尼 而且你还可以为众生说法 法因善巧方便 所以简单的说 这陀罗尼有三层 第一层三昧跟陀罗尼结合 叫旋陀罗尼 你可以写A B百千万亿旋陀罗尼 B C法因方便陀罗尼 当然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 它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出来 所以它只是列出名字 这是第二类 请看这是劝发中品的人 所以中品的人 你每天读法华经 普贤菩萨会帮助你通达经文 而且你若更精进见到普贤菩萨 会正法华三昧 得到种持陀罗尼 接下来再看26页第24行 庚三 庚三就更精进的 而且它要在固定的时间闭关 不论在家出家 昼夜精进 三七日 劝发上品 请看经文 第26页26行 新一 昼夜要精进修持 这里讲昼夜修持 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 在寺庙也可以 在家里也可以 然后自己昼夜精进用功 那当然我们凡夫不可能不睡觉 所以昼夜精进的话 你一天最多睡四五个小时吧 因为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讲 圣地子呢 睡四五小时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不睡 因为你要二十一天 你不要硬撑 假如你刚刚有硬撑 前三天你都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呢 可以你用功 到了第四天 你一躺下去就睡四十八小时了 这是真的 所以你要刚开始慢慢来 请看经文 世尊若佛灭度以后 后五百岁 五卓二世里面 若有发广大菩提心的比丘 比丘尼 在家的幽婆色 幽婆仪 乃至于真正求所者 这里求所者就是 真正呢 找到经文 又有授词 又能够读诵 又能够书写 书写以前的经文是要用抄的 现在大家很方便 直接用影印机的 或是用电脑的 这个Cβ的电子档 这都很方便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授词 或者读诵 好 请看下面 欢灯片 当你昼夜津津的时候 你会看到大恨的普贤王菩萨 这个就是大称的雕像 这在台湾佛光山的 这个普贤菩萨殿 它就是中国 敦煌壁画的造型 然后上面有反盖 床帆跟反盖 翻盖 床帆跟宝盖 然后供普贤王菩萨 然后呢 普贤菩萨注意看 下面是做的千叶莲花宝台 跟毗卢遮纳佛一样 然后每一个叶子上面 都有一种光中化佛 所以普贤菩萨代表 一切诸佛的怨恨 所以普贤行愿品说 一切如来有长子 匹名浩曰 普贤尊 对不对 所以你多读普贤行愿品 是有很多的利益的 接下来 普贤菩萨就会现身 请看 心二 菩萨 菩萨 妙到晚一直念 念了要七八个小时吧 念整部妙法莲华经 刚开始念还可以 念到最后眼睛会很辛苦 因为你每天要盯着字 所以建议你经文可以大一点 然后呢 念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你可以精行一下 精行的时候念什么呢 念普贤菩萨的名号 然后一直念念到晚上 十点或十一点 然后睡觉 第二天又开始精进 我用功过三七二十一天 所以你要一心精进 最好过五不时 平常你没有过五不时 没有关系 可是在闭关的时候啊 吃太多是不舒服的 所以晚上你最好过五不时 或是吃留职的东西 对不起 然后呢 你就精进地念 然后呢 剩下的时间念 普贤菩萨的名号 所以要一心精进 最好敬语 你也可以找你的同修或朋友 帮你打扫惯喜 或准备食物 食物最好清淡一点 不要吃得太丰盛 这样你胃肠会受不了的 接下来再看 满七日仪 假如有人功德圆满 这里满请画起来 满请画起来 满不单单是指三七日 而是呢 你的业力颤除 功德圆满 你才会见到普贤菩萨 把满字画起来 注意听 不然呢 你会说 师父我回去念啦 三七日啊 我没有见到普贤菩萨 那你又说佛卿是打妄语 有些人三七日 的确他没有见到普贤菩萨 但是他有吉祥的梦境 他的身心呢 很安详 而且他颤除了很优业障 就再来第二个三七日 就像你打禅七跟佛七一样 有第三个三七日 三七就是二十一天嘛 第一次的二十一天 没有见到普贤菩萨 没有关系 继续念 将来呢 你还有机会放假了 再来二十一天 念普贤菩萨的 加持的法华经 第二次没有见到 没有关系 再来第三次 总有一天 当你功德圆满的三七日 你会见到普贤菩萨 待会我会讲 吴卓见弥勒菩萨的故事 给你听 所以当时 假如你功德圆满 心一心精进 其实普贤菩萨是 每一次都骑着六牙白向来见你 与无量的菩萨在你旁边 加持你 下面经文说 以一切众生所喜欢见的呢 显现你在面前 所谓以一切众生所喜欢见的呢 那就可能看你 供的普贤菩萨是哪样的雕像 有人喜欢供壁画式的 有人喜欢供唐密的 也有人供东密的 甚至也有供大乘造型的 普贤菩萨一定会 献一个你最欢喜的 所以在这里一样我重复 可见你要修持一个法门 你要供一张佛像 不管你是修药师法门 或是普贤菩萨法门 或观音法门 你要选一张 不要常常换 选一张作为你 礼拜禅修的所缘境 因为所有的佛菩萨都是空性的 你看我这几天给你放这么多的照片 从中国 对不对 早期 近代 到现代 没有一个普贤菩萨 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 普贤菩萨是无相的 是空性的 所以你要供一尊 你欢喜的 所以他讲 以一切众生所喜好的身相 而陷在你面前 接下来 而为你说法 普贤菩萨会为你说法 而且释教利息 会教导你生起法喜 接下来 普贤菩萨会直接为你念这个咒 这个咒就在二十七页 从大乘来讲 注意听 就是普贤菩萨亲自为你灌顶跟加持 金刚圣是透过上师灌顶 可是假如你能够念到普贤菩萨亲自为你念咒 那你就得到陀罗尼的加持 现在你也可以念 没有问题 因为你得到了 看到了法华经 我听到了法华经 你就是释迦摩尼佛跟多宝如来的加持 我再重复一遍 大秤跟金刚秤不一样 你不用师父在这边念一遍 叫做口传 大秤没有这样的规定 金刚秤才是如此 所以这里的咒语 只要你看到了你法华经 你很真诚地念 你就会得到加持 好 先看下面 下面一个大秤在台湾雕的普贤菩萨 用花莲的大理石雕的 非常庄严 它的大象 你现在看到是三面 其实它事实上四面 代表东南西北 然后它的雕像你特别注意 它是拿东密的零跟楚 造型是大称的 可是它的法器是按照东密的 然后代表普贤菩萨 对不对 我说过 假如是三支 代表过去 现在 未来 事实上它是雕一个圆 所以代表东南西北 好像四个门一样 代表一个坛城 这就是普贤菩萨 好 接下来再看星山 二十六页 第三十一行 常为神咒所顾持 既然普贤菩萨亲自放光加持你 就念下面的咒给你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咒的加持 以及传承 所以你咒业就成为 这个神咒所保护 请看经文 是得了陀罗尼固以后 有什么好处呢 有三类好处 请看幻灯片 我把它分开来 一 没有非人能破坏你 也就是幽民界众生 无法干扰你 所以假如你听完经 你还觉得你旁边鬼很多的话 那就念念普贤菩萨的咒吧 第二个 我们说过 我们在欲界里面的众生 要持五戒时善 要延迟 不要杀到盈望久 五戒里面呢 最容易常常犯的是杀身戒 在《愣言经》有说 最难调伏跟超越的是什么 盈欲戒 所以在欲戒的众生里 最不论在家出家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遇到冤亲在主 现前 也就是说你男生 遇到多生多劫的女孩子 那你就障碍你羞耻 在座的虽然女居是多 但是你不要生气 不要说 为什么佛经讲 不为男人之所迷惑呢 其实我们每个轮回里面 都当过男生跟女生嘛 所以不要再凹这个问题 是没有意义的 重点是呢 你会排除被异性相惜 所迷惑的这个麻烦 你念普贤菩萨的咒语 你的戒体比较容易亲近 第三个 我普贤菩萨本人 咒业一定保护这个人 所以下面他就讲 我愿世尊听我说此陀罗尼 好 翻过来 二十七页 在没有讲陀罗尼之前 我要讲念咒有四个方法 请看二十七页 第十二行 四种修持 请做一个记号 是你没有听过的 这个非常重要 第一个叫法持 法持就是什么 以念为本体 由意念而慢慢慢慢进入圣身的法 就像你听闻佛法 你本来不知道有这些故事 你听闻佛法 你就知道有这些高僧的故事 所以你就升起了信心 想欢喜诵法华经 这叫做文会 以念为体 所以法持 依佛法所知道的道理 从你的念头上下手 所以你就每天念 比如说你念大悲咒 也是如此 念六支大明咒也是如此 念普贤菩萨的咒语 也是如此 所以以念头 开始去持咒 这叫以念为体 由念头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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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由不清净的变清净 由散乱的变成不散乱 慢慢慢慢你就意念到佛的教法 所以起码可以正到出地成就 所以换句话说 念普贤菩萨的咒语 可以让凡夫震入到出地欢喜地 就从凡夫而正为圣人 但是你要很精进 第二类叫义词 义词就是你要去读他的注解 了解他的道理 听法师讲解 就像我刚才讲 如果有善男子三女人 有四法当德 妙法莲华经 这里的德不是说你拿的 就叫做德 不是 你要去看注解 原来德的意思是什么 通达妙法莲华经的所有经文的道理 那这是比较高的标准 不然你们每一个人 手上不都捧着法华经吗 那个不叫德 所以这第二类叫义词 要了解经文的义理 以智慧为本体 透过思维 看注解 礼拜 修持 由智慧慢慢了悟 他所讲的教法 这要思索成慧 也可以达到出地菩萨的成就 接下来咒词 就是我们现在待会要讲的 以禅定为本体 依定而持咒 所以念咒的时候 注意听 也是大臣的禅定 你念咒也是禅定 这个说法不一定适合在南传佛教 也不一定适合在其他 在大臣来讲 念咒本身也是禅定 你念阿弥陀佛也是大臣的禅定 因为你若心没有入定的话 没有得定的话 咒语啊 你是会念错的 比如说大悲咒 举个例子 各位大家都会大悲咒 除非你会背 就算你会背 你就打妄想 说婆呵 说婆呵 就不知道到哪一句说婆呵了 可见你咒要念得很清楚 没有错误 你也要很专注 这叫以禅定为体 依定而持咒 所以这个叫修索成慧 也可以让你证到出地欢喜地 接下来把法词 意词跟咒词三个融成一体 既有念头 又有智慧 又有甚深的禅定 这三个合起来 最后一个叫做忍词 注意这里的忍不是忍入 心安住在法不动 才叫做忍 我再讲一遍 请你写下来 心安住在法不动 才叫做忍 很多人以为忍 你看就是忍入波罗蜜 表示人家骂你 那表示你理解的佛法很粗浅 人家骂你 你能忍 那是忍入 不一定是波罗蜜 忍久了 你若没有去消化的话 那就变成火山爆发了 这里的忍是心安住在法不动 所以它叫做忍词 以无分别心 而融入的无分别智慧的智慧为本体 所以它会正真 真真是什么呢 真如本性 真还有另外一个四 叫做义真法界 华言经的境界 义真法界 这里的真不是真假的真 是真如本性 或者是义真法界 那这是非常高的 所以叫做正行慧 从其自己了解道理 而用功的修行 它也可以正到出地欢喜地 所以可见 念咒修持我们的念头 有哪四种呢 有现在四种 一 以念头为体的 叫法词 第二 你现在听经 以智慧为本体的 也叫义词 第三 回家很专注 心不散乱 不讲电话 关掉手机 以禅定为词咒 这个叫咒词 这三个加起来 进入无分别的智慧 才叫做呢 忍词 所以这四个方法 都可以相互运用 好 请看下面幻灯片 所以普贤菩萨 在中国为了度众生 因以和生得度者 既献和生而畏说法 事实上 它不一定献呢 都庄严的生 有时候你去看 《华言经》 或是《法华经》的感应录啊 文书跟普贤呢 也显现过什么呢 寒山跟石德 这张幻灯片呢 是普贤菩萨 献一个比丘相 老比丘来度众生的 好 所以普贤菩萨 是可以献各种身相 再看下面 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 大乘普贤菩萨 起白相 对不对 你看他的右手 他的右手就是拿什么 华言经或是法华经 对不对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所以他利益众生 会显现各种千百亿化生的像 好 现在看心四 神咒广为流传 急于佛前而说咒约 各位都有讲义 我念一遍 阿谭地 谭陀佛地 谭陀佛地 谭陀纠色力 谭陀修陀力 修陀力 修陀罗波底 佛陀佛波山尼 萨佛陀罗尼 阿佛多尼 萨佛菩萨阿佛多尼 修阿佛多尼 生且伯吕叉差尼 生且涅且陀尼 阿森吉 生且婆且地 地利 阿多生且都略 阿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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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地 萨佛深且地 生魔地 其然地 萨佛达魔 修波利 差地 萨佛萨多 罗陀焦舍略 阿罗且地 心阿皮吉 利 地 地 有一点难念 没关系 你慢慢念吧 你可以念 我建议你可以读法华经的汉语拼音 我知道在新加坡有汉语拼音本 把这一段影音 然后剪下来每天念 那各位可以看到 27页第24行 这是从Leo Harvard的英文翻译 英文翻译是比较早 1976年 所以它也加上了泛语 泛语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 上面I呀或阿 你不用管它 你就把它当英文这样念 那接下来看 27页32行 这次我很高兴的 我昼夜的在拜佛菩萨 终于被我拜出来了 我找到梵文本的罗马转写 The Mantra of the Samantapattara Bodhisattva 或许各位可以念这个 因为在新加坡的人 尤其印度尼西亚的人 都是属于印欧语系 你们会比较喜欢念英文拼音 也可以 但是有些音会不太懂 没有关系 因为我刚才念的 阿坦地 谭陀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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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陀救舍利 事实上是以波波摸波念 但是在古汉文 这个呢 不一定是这样念 所以你要念梵文的也可以 Adande Dandanpadi Dandanvartani 也可以 你就按照这样念 然后从27页一直到28页 等一下 27页最后一行 37 我有一个中瓜湖 有没有 Sattharma Supari Riksite 这个是在梵文教对以后 才加进去的 这一句呢 在中文里面是没有 所以我要解释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念27页到28页 请翻开28页 所以梵文呢 The Mantra of Samantapattla Bodhisattva 你就虔诚念 虔诚念 虔诚念 一定会得到 普贤菩萨的加持 不要怀疑 如果各位有兴趣 你也可以看幻灯片 这个梵语呢 是从 事实上是香港的一位法师吧 叫做世素文法师 他写的法华经导读 然后由台北的全佛文化出版社出版 他也有网站 所以各位可以上网 这个呢 是法华经的导读 如果你想要了解 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目 所以我很高兴找到梵语的 那你可以慢慢念 至于梵语跟梵语 翻开27页 两个字之间中间有一横 那是因为我故意把它分开 因为梵语它有连音 全部连在一起啊 你的舌头没有办法 Om Badme Hong 这样没有这么快 念这么久 所以它中间一横 像Sarvatarani 其实它就是两个字 中间有一横 那个是复合字 叫Kampang 没关系 你知道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有些字它很长 你慢慢念 好 接下来 再看下面幻灯片 所以普贤菩萨是互念一切 修持大乘经论的人 所以到了中国唐朝 由不空三藏 翻译了很多很多很多 密教部的经典 中间有观世音菩萨的仪轨 也有普贤菩萨的仪轨 也有文殊菩萨的仪轨 而这些中国的唐密 后来由空海大师 而传到了日本 所以现在呢 我们比较不容易得到 唐密的传承 但是呢 反而是在日本 它保留了很多 中国唐密的造型 法器 或者是它很多的教法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了 这张幻灯片 照相就不像中国人 这是密宗的造型 而且呢 它的脸也有像 中国人也有像 印度人 对不对 对不起 现在话或许是 混血儿吧 对不对 现在人你看 你没办法讲 它是 Pure Chinese 或是 Pure American 很难啊 对不对 所以 佛菩萨 它显现的造型不同 但这里呢 普贤菩萨 它拿的是 东密的法器 金刚灵跟金刚柱 那你看 它在大象上面 挂满了金银猪落 而且呢 珍珠 马卯 阴弱 而且这个大象 也不太像印度的大象 印度的大象 是黑黑瘦瘦的 中国大象 是圆圆胖胖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 看得出来 在佛教历史上 佛教的艺术 造像 跟雕像 其实它都在演变 好 再看东密的造型 上次看过 这是日本的国宝 普贤菩萨走的时候 大地六变震动 它会出现各种 欲添半陀罗花 我们在中国的佛像里 很少画这样 它是有经典根据的 好 再看东密造型里面 也有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里面呢 好 你看起来有点像 虚空葬菩萨 其实这种确定是 普贤菩萨 对不对 是按照它身上的造型 东密呢 八大菩萨 待会我后面还会介绍 米勒菩萨 也是八大菩萨之一 所以你可见看到 印度人所拜的佛像 跟中国大乘 在中国大陆拜的佛像 以及今天你看到 香港 新加坡 台湾 所拜的佛像 完全是不一样的 日本人 韩国人喜欢的佛像 也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答案是什么 佛 没有固定的习像 佛呢 是一切的是 显现空性的像状 随众生的心而显现 就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一样显现 好 接下来看二十八页 第七行 我今天要讲 什么叫三昧跟陀罗尼 这个很重要 请做一个记号 尤其是在这一瓶里面讲 各位要讲义 请看 第一 三昧就是以定为主 陀罗尼呢 是以慧为主 这是他的不同 修的方法不同 比如说你现在修念佛三昧 你念佛 念佛很专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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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忘记了晚上 你的心就得定了 这叫念佛三昧 华言三昧 法华三昧 可是呢 普贤菩萨 陀罗尼 是以智慧为主 所以你要了解 他的道理 不管是唐密 东密 你要知道 咒语的意思 要了解他的道理 当然这里讲到 咒语的意思 其实有很多的辩论 有人说 咒语是 无量的意思 没错 玄庄大师在翻译经典里面 有五种不翻 题中一种 就是咒语 举方说 玄庄大师翻了心经 最后一句 你们念 我念两遍 一个人用念中文 一个人用半文念好了 接地接地 菠萝接地 菠萝生接地 菩提萨伯赫 难道玄庄大师 不知道这段意思吗 现在的人 有些人满鸡婆的 还要把这一段 要白话翻译 错 咒有无量意 你把它翻了以后 只变一个意思 玄庄大师不会懂梵文嘛 前面是显教 观自在菩萨 行称 般若波罗蜜多时 对不对 无怪故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这都是显教 显教就是什么 它有语言文字表达 最后显而进入密的时候 是了无意义的 才会有无量意 所以叫做 西藏的拉玛 也念这一段 波尔波罗蜜心的 降魔咒 就是这一段 但是你要很认真念 所以咒语 它需要了解它 圣身的教法 其实咒是无量意的 像大悲神咒 没有错 你也可以说 大悲心 陀罗尼出向 每一个咒 配一个佛菩萨 对 没有错 事实上 每一句的咒语 都是无量意 我讲这个意思是说 你可以去了解 我念的这个咒 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要去执着说 这一句一定要对上 那一句 其实你刚好产生了 分别心 咒是什么呢 咒就是让你 听声音得定的 就像你念六支大明咒 你念的时候 你是观想种子字 你不用想 咒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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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想 不用 这样你反而会 让你不能入定 了解吗 所以三昧是以定为主 陀罗尼是以咒为主 再看第二 三昧要修得好 你的心一定要相应 心跟静一定要合而为一 所以大部分修三昧的人 注意听 大部分都是做的 当然波州三昧 它也是可以用走的 可是大部分修三昧的人 第一个都要先做 在静中训练你 三昧能相应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都是要跟心相应 陀罗尼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行住坐卧 你心相应 或心不相应 都会产生力量 举个例子 你先念大悲神咒 念南无荷莱当莱多莱雅 结果你是一个老菩萨 结果突然小朋友来了 你的孙子走过来 对不对 他叫阿嬷 阿嬷来 那你突然分了一个心 他跌倒了 那你继续念咒 有没有用 有 就因为你念咒 所以他没有摔得那么严重 所以这叫心不相应的时候 咒还是会有力量的 当然你能够完全专注念更好 但是定啊 你要心相应 它才会产生力量 咒呢 在你心相应跟不相应的时候 你只要嘴巴念得出咒语 它都有持续的力量 再来看第三类 三类一般是对呢 初学的人而说三昧的 比如说你学什么 对不对 属习观 不敬观 慈悲观 慈悲观修久了变什么 慈悲三昧 从观慢慢修 修久了产生力量 就叫做慈悲三昧 像弥勒菩萨 专心修慈心三昧 观世音菩萨 专门修悲心三昧 其实慈悲是一体的 但是这是对初学的说 当然假如你常常修 常常修 修到很深的话呢 九习才叫做 种慈陀罗尼 种慈请你写下来 种一切法 慈一切意 种一切法 佛法的法 慈 受慈的慈 慈一切意 这叫种慈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拜大悲餐的时候 什么 叫做种慈陀罗尼 有没有 观世音菩萨开眼含笑 对不对 然后呢 神庙章句 种慈陀罗尼曰 有没有 叫种慈陀罗尼 所以 种慈是由大菩萨多生多结 所以这是久修而说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说 他从千光王静诸如来 学到大悲神咒 而大悲神咒有 九十九亿 克横河 沙茧诸佛 都修这个法门 而成佛广度众生的 所以叫做 九习名为种慈 接下来看第四 三昧就是以三昧为根本 但是呢 你念咒的话 除了有三昧之外 慢慢升起智慧 还会跟十相相应 而吃生为功德 所以叫做种慈陀罗尼 可见 陀罗尼的境界 会比三昧还深一点 第三 第五个 请做一个记号 也请看幻灯片 我打红字 三昧 一投胎转世的时候 你会失去 而且三昧呢 你修的时候 如果病痛现前 业障现前 你也会退失 比方说 你现在修慈悲三昧 你现在修得非常非常好 你觉得非常非常好 结果呢 这个断气了 来生 等人解释 你不是新加坡人了 就变成美国人 对不对 那你来生呢 三昧就失去了 除非你重新学佛 除新你三归一 除非你重新遇到 修这个法门的善知识 不论在家出家 教你 你继续修 所以三昧呢 在投胎转世的时候 四大分离的时候 她就失去了 还有 有所退失 是指你的业力现前 业障生病 比如说你现在很用功 有时候你觉得 我这个月修得非常好 我看一切的人 都非常的微笑 下个月呢 燕青在主现前 跟她吵了一个架 结果呢 你那个三昧呢 就两个月都没有了 表示呢 你也会退失 所以三昧要持之以恒 总持呢 注意听 你念一遍大悲咒 你就有大悲咒一遍的功德 你念七遍大悲咒 就有七遍大悲咒功德 而且是深深世世 总持的功德都不会丧失 所以可见 总持的功德比三昧还深 但是这样比较以后 不要说好 那我就不修三昧 要修陀罗尼 这样不太对 我的意思是告诉你 假如你有三昧的功夫 你又好好修总持陀罗尼 那你的功德力会更强更深 而且你真正修总持陀罗尼的时候 也会出现五种神通 这是自自然而然的 好 接下来 所以看幻灯片 所以讲到这里算一个段落 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的 造型我前几天说过 普贤菩萨的密教化身 就是金刚萨朵菩萨 它就是专门能够 颤除你的恶业的 对不了 好 这就是怎么看的 你妈歇觉得 是用证实的 未经许一种 现在也谢谢你 你对吧 没有